第四个修法 今天是讲的第四个修法 第四个修法里面 主要想 前面皈依 发菩提心 完了以后观想的时候 就像人身难得的比喻 像整个世界变成一个 无边无际的海洋 那么被风吹动的 在海面上有一个具有空隙的木鹅 这个木鹅不断地被海洋的风吹动 然后在海底下 有一个没有双目的芒鬼 其实这个芒鬼在一百年当中 在海面浮出一次 而芒鬼没有想寻找木鹅空的眼睛 而木鹅也没有想寻找它的分别念 这些都是没有的 因为这样 被风吹动的木鹅飘来飘去 结果以恶尔的机会 这个芒鬼的薄金可以转入木鹅空当中去 这种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也可以以一种假设具 也可以这样的事情 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从恶趣当中 获得人身更困难的 尤其是地狱 饿鬼 旁生 这里面获得一个人身 比这个还难的 应该这样想的 这是一个比喻 还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光华的墙壁上 我们不断地向它杀万毒 全部会掉在地上的 不可能墙壁上存留的 但万一说 墙壁上存留一些 停留的话 那这是非常稀有的事情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获得一个人身 那么更为困难的 这些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获得了人身 没有转生到善恶区里面去 而且现在有修习佛法的这种机会 非常非常难得 我们从比喻上也好 从因上也好 从哪一个角度来比较的时候 这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是 没有转生到其他的众生当中去 已经获得了人身 获得人身的时候以欢喜心 大家一定要精进地修行 短暂的人身当中 一定要修行佛法 心里面这两个比喻观想 然后生起欢喜心 而大家共同实修 大家一定要心专注 专注不是我前面讲的地方 就安住于阿难耶 或者无际状态当中 还是要改每天所观想的内容 这样效果还是很好的 不知道在家里听受的这些人 我问了很多人 大家集体这样观论 很多人还是有一种 因为你心稍微不专注的时候 自己马上发现得到 然后专注在内容上面 因为平时我们说 这样的比喻没有什么的 然后现在真的这样说完了以后 自己都强烈地这样想 的确是人身 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这样的理念 不断地这样强烈地观 那肯定以后在我们修行上 不是口头上说的一样 所以一定要大家在实际行动当中去修 我们现在都已经修了十二天了 每天都应该可能 现在今天的第四个引导 四个修法了 这样的话 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相同 有些人可能观得很好 包括我们下午的时候 有时候谷管 有时候磕头或者自己的各方面 应该非常不错的 有些人可能比较散乱 我发现极个别的人 平时学习也有点困难 然后背诵也 背诵背不下来 我觉得你们还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观人 难得这个不会观 我不相信 你不管老年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 你像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变成大海 这里面一个盲鬼 这个比喻很懂了 这个很难的 好像几乎不可能的一样 那么我们从恶趣当中 得到人身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这次有可能了 我已经得了人身了 多难得 一定要珍惜啊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会观的 那么这一点你反反复复地 两三天要想这个 所以我们以前的一些禅宗的修法里面 这样你什么都不要观 我们在这里 让你一定要观 想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这样的理念 几乎都是每个人都没有 从小都是现在一直是 要么奔波前 要么一些名为利养的事情以外 没有的 所以现在强烈这样想的话 那修行的境界很快就 如果我们每一个想法都好好地已经观完了 以后讲什么密法 更高的一些 比如说刚才我们发心的时候 也讲了一些清净观 那些观法在你的心里面 很容易生得出来 如果连一个人身难得和寿命无常的 这样的间接都没有 那这些清净观在我们这里 没办法的 可以说是空中路格 很困难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试个机会吧 因为这个机会 有智慧的人经常会抓自己的机遇 没有智慧的人经常散乱 散乱的话 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会儿就过了 刚才我们五分钟 很多人的收获很大 有些人可能没有 有些人管都没有管 但每个人的境界都不相同 所以说以后 我们这次也是给大家带实修 带无价心 这个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难得的 以前一直在理论上画 现在想尽量地用在心上面 跟大家一起观一观 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从大的一些境界也没有 所以带修也很惭愧的 但是人身难得 我想我们共同这样修 没有什么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大家认真地观 就讲到这里想念回想 an First-E 前一居 人 在费路ゴ suscepti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